嘿大家好 欢迎来到区块先生的Crypto节目 今天就是一个绿油油的一天啊 在端午节的时候 有这种利好消息还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今天呢 会来讨论一下贝莱德的ETF 币安的诉讼事件 跟近期的DeFi的FUD 还有呢 关于说为什么呢 现在有这么这么多的机构呢 认为说 这次SEC针对币券的事情呢 其实是在为 一家公司铺入 那这家公司呢 就叫做EDX Markets 它其实就是一个 城堡和富达 还有这个Swap 所推出的一个交易所 那现在只交易四种加密货币 我们待会就会讨论到 在开始之前我要请大家加密货币投资 发生高风险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话 就绝对不要碰 今天讲的都不是任何的这种建议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it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然后如果你想要抽 我们的新的T-shirt的话 这是这个月限定的一个T-shirt 然后呢 就在底下留言帮我们把影片分享出去 可以跑到各大社团啊这些的 在底下留言 你就有机会可以抽到 然后我们也会在IG上面公布得主 好我们先来讲一下EDX Markets EDX Markets是什么 EDX Markets呢 它是一个由 这个Charles Schwab Citadel 还有Fidelity 复达投资 支持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那也是在今天上线 它只提供四种币的交易 那就是比特币 以太币 莱特币 跟比特现金 蛮特别的一件事情 他们就是避开多种被SEC 认为是证券的加密货币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是不是老师已经告诉你 哪些错误题目了 对现在 这个不是我在怀疑 一直推特上的大佬们都这样想 然后另外一点呢 这个EDX蛮特别的是呢 它是non-constitutional exchange 就是非托管的 跟我们现在所认知的 中心化交易所都不一样 现在中心化交易所 你要提币存币 对不对 你必须把币存进去 才能进行交易 这个就完全不用了 变成是说 有点类似在看NASDAQ 或是纽约证券交易所 这种方式 就完全就是数据化 一方面呢 没有托管的问题 也没有资金损失的问题 也没有试图滥用资金的风险 对 那我们讲一下 背后的这些支持人是谁 富达呢 还有城堡公司 他们两家呢 都是在美国已经非常大的 这种对冲基金 跟这种投资公司 尤其是Citadel呢 它是罗宾和背后的一个托管公司之一 基本上呢 所有Robinhood 我记得好像有一半以上的 能交易的股票 都是由这个Citadel提供的 因为他们会 因为股票它有不同的交割时机 或是这个交易时间 这些落差之类 他们会先购买 蛮大量的 然后呢 托管在那里 所以它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业务 也是大家如果看 那个GME的纪录片的时候 就是Citadel要求Robinhood 关掉那个 可以买GME股票这个案件 变成只能卖或是留着 这样 然后这个也导致呢 GME暴跌 这有整个很大的一个 那个故事在那里 我也可能没讲清楚 所以大家如果兴趣了解 就可以去看 GME的那个 GameStop的那个纪录片 好 那我们回来讲一下 为什么市场对于这个 是一个好消息 两件事情 一呢 除了这个ETX 可以让越来越多的 这些非散户以外 就是现在的机构和法人 在美国有更好方式 去购买加密货币 以外呢 多了一个选择 因为在之前呢 只能使用这个GPTC 就是灰度所发行的 这个比特币信托的 这个index 那这个东西很麻烦 原因是呢 他们当时要申请 一个ETF一直没通过 那这个ETF 主要的核心的地方 是说呢 我可以把我这边的 这个Bitcoin呢 换回来 因为现在在GREGSCOUT 卖的这个比特币呢 它为什么会脱钩 很核心的原因就是呢 你只能把它卖掉 就是 但是你不能拿回 你底下这个比特币 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它里面有10万颗Bitcoin 然后生成了 上千万颗等值 这10万颗Bitcoin的 这个 代币 或是这个股票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些股票 没办法直接换回Bitcoin 虽然它流动性 就会不好 导致说呢 它就变成 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就像现在 EDX这种方式嘛 就是法人跟机构 可以购买 那散户没办法买的话 其实有时候 那个交易量 就不会这么好 就算散户能买呢 它也没办法 把它换回Bitcoin 大家就不认为说 它是一个真的Bitcoin 那现在呢 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BlackRock 就是贝莱德呢 他们要申请这个ETF 那贝莱德申请ETF 为什么跟之前 别人申请ETF不一样呢 因为贝莱德申请ETF的 这个成功率其实很高 据我看推特上 大家不同的这些CFA啊 律师还要在讲 就是说 他们的成功率 大概是在九成 就基本上 他们要申请 就是很认真 而且贝莱德的客户呢 都是那种10B以上吧 或是一个Billion以上 就是10亿百亿美金 资产的这些客户啊 所以他们终于有一个方法呢 能去持有到比特币 为什么说真的能持有到 就像我刚讲的 你透过GPTC现在买 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方式 真正的比特币还是由 灰度去托管 所以说你并没有办法 去把你买的这些 GPTC换回比特币 在没有被通过之前 但是贝莱德申请这个 如果通过的话呢 这个就会有他的一个程序 让你可以真正意义上的是持有 但是这个托管在于 贝莱德的基金啊 whatever里面 但是对于用户来讲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因为他知道说我今天 如果我不想要持有这个的话 我可以去用某种方式 兑换回这个Bitcoin 然后变成我自己托管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不同的 那种细节 让市场上呢 那这些大户 他也不是傻子对吧 只要持有GPTC 他只能卖给想卖GPTC的人 但是呢 如果他今天 I don't know 他可能怕打仗啊 什么事情发生 他想要持有数位黄金的话 一种方式就是 如果这个ETF通过的话 就是透过贝莱德去购买 然后去托管 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新闻 那同样的呢 这个也让 这个Coinbase的股票大涨 我们看到 呃 女版的这个 那个 那个巴菲特 就一直在狂买这个Coinbase股票 然后基本上认为说 呃这个Coinbase的 算是非常低估的状况 我们其实看他真的也是跌很多 所以算是 尤其是 近期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事件 就是SEC这次的攻击 其实受到 很多 呃 美国政客 跟呃 这个创始人 就是那种蓝筹 像推特啊 Facebook啊 这些人 谩骂嘛 对不对 还有呢 再来就是美国政客 所以说 它并不是一个说一面倒的状况 然后呢 呃 大家认为说 其实现在币安跟Coinbase的诉讼呢 并不会很被淹没 而反而是说呢 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让更多人认识到加密货币 让更多人知道说 有很多政客越来越了解 呃 加密货币如何运作 而不是每一个交易所呢 都是FTX 好 然后呢 另外一个要讲的就是 Defi 好 上周和上上周 我们看到很多啊 Curve的负面消息 有看到像是 Curve创始人 买豪宅啊 或CRV抵押这些的 然后呢 很多人都光看新闻 所以我常说 新闻可以杀死人 对就是 你会觉得说要看这新闻 就一面倒 认为是这样子 但是新闻不会在乎你 它不在乎要给你什么样的资讯 所以这时候你知道非常非常小心 对你知道还是要自己去财政 然后去认识 就像现在这个新闻 他是讲 呃 有一个这个是由 Sam Ellman 就是现在很有名的 ChatGPT OpenAI的创始人 所投资了一家公司 叫Reserve Protocol 他是在发一个 去中修化稳定币的平台 然后他们呢 近期呢 呃 花了2000万美金 购买三个平台代币 主要是CRV CVX 跟那个Stakedown 那为啥要购买这三个平台代币呢 因为他们要为了加入Curve战争 就是贿赂战争 大家如果不知道什么是Curve 贿赂战争的话呢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哦 基本上呢 Curve呢 是最多人去贿赂一个平台 我们可以看到 在早期 像这个去年的4月5号 一期呢 一期大概是10天 就有2137万美金 呃 拿来 就现金哦 拿来贿赂Curve代币的持有者 所以说Curve代币的这个治理的部分 跟应用的部分呢 是市场上没有人能比的 就是呃 呃 大部分协议啊 是有什么什么事情要去投票嘛 像我 我大概就给大家看这个阿伟 大家还记得 有一个做空机构要做空这个Curve 然后就请阿伟说 哦这个Curve对你们平台不好啊 你们要投掉 结果 没有人说同意耶 然后呢 所有人都投否定票 就是 就又告诉你说 新闻都乱报 就是真 那个 就连阿伟平台都不认为有问题了 那这个就是投票 所以这种投票呢 在阿伟上面大概 每两周或是 每两三天会发生一次 但是呢 在Curve的投票 是每个区块都在发生 因为呢 你的CRV VECRV跟VLCVX 是非常有用的 如果你不去投票 你就会错失 你可以获得到的收益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 Curve生态项目是去 帮你投票 我们在DeFi收租里面也有讲过 那收益是很高的 那 这边也要讲解就是说呢 你看如果你在 上周 上上周 看到那些新闻 Curve就是这样子 但你认真去了解后 你就会发现 Curve所长量 市场上 现在是最高的之一 以DeX来讲 以这个蓝筹项目来讲的话 是最高的 它有比特币 以太币 跟稳定币 对不像是 Uniswap有很多其他的 非篮球资产 在里面做流动性 另外呢 就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 这个交易所在发行 自己的LSD代币 就是像是以太币质押 所生成的封装代币 那他们都是在Curve上面创持 币安已经创持了 OK也会有这种持 然后呢 我们看到Coinbase的创持 Lidal这类类的LSD项目也是 Lidal,Rocketpool Puffer,Libra 这些项目 基本上都是在Curve上面创持 它不可能去Uniswap 因为它会降低它的收益 它必须确保说 它用户有最高的收益 所以在Curve上面 可以挖到CRV 然后通过投票 会到Comeback 就可以再挖到CVX 然后又有它自己的 自己的IB做奖励 它去Uniswap 就会受到无偿损失的影响 所以说 我们会看到 除了Reserve以外 更多协议呢 去购买CRV代币 这已经是 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币安 不管是Coinbase 不管是Frax 不管是Abracadabra 不管是 其他的稳定币协议 都已经在购买CRV 而且它不是只持有CRV 它必须锁住 而且一锁就锁4年 它还能确保说 它发行的稳定币 跟它发行的封装代币 有足够的流动性 和激励 对 好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部分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些链上的数据 多了解一下 这些的新闻 然后呢 恭喜大家 还在这市场上面 存活着 我跟你讲 币圈就是啊 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只要打不死你 你只要能存活 就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真的是 希望大家端午节快乐 因为呢 放廉价 所以呢我们这周 之后的影片呢 都会是因为我在周一周二 就已经拍好的 所以可能 新闻上会有些跟不到 尤其我下周下下周 会去参加一些活动 所以我会提前拍好一些影片 但是也会带来更多 更酷的访问 那我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 放假 廉价 然后最后想提醒大家 加密货币投资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话 就绝对不要碰 今天讲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我们下期见 拜拜